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 国内旅游火爆 全面超越疫情前的2019年 这离不开这些年 国内生态环境的巨变 走遍祖国大地 蓝天白云水清 生态美的景象 几乎无处不在 这一切的背后 是一场席卷中国的绿色革命 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世界 中和周知 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 给人类生态环境带来重创 他们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文书中 早就确立了一条原则 也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也就是说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 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然而多数西方国家 迄今还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 受商业利益等众多因素的撤肘 再加上俄乌冲突爆发 带来的能源价格飙涨 许多西方国家开始重启了 之前被关停的煤电等设施 而指望西方国家兑现 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承诺 更是难护其难 这本身也是西方国家今天 信誉江河日下的再一次表现 正如丁钟李院士两年前所预测的 西方国家就是在放空炮 你以为他们会真的会减排吗 咱们走着瞧 只有中国才会这样做 果真啊 西方国家今天分分钟 与原来的减排立场 大幅后退 英国内政大臣布雷弗曼 不久前接受采访时 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不会通过让英国人民破产 来拯救地球 曾几何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都从环保的角度攻击中国 指责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过高 造成全球气候变暖 但去年八月 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城报网站 看发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 提出西方正在错过中国发生的一切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 令人震惊的绿色革命 这样革命 不仅改变了中国如今的自然环境 还对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巨大的影响 确实 作为一个文明性国家 中华民族素有天人合一的理念 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 生生不息 繁衍发展 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底蕴所在 但我们也要承认 一度为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们也付出过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但一旦觉醒过来 我们的纠错能力 及其他背后的文明体育 也是举世罕见的 早在2005年8月 时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到浙江安级进行调研 得知那里关闭了造成污染的矿区 《决行走绿色发展之路》 他就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之后又在浙江日报撰文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经济社会的和谐 通俗地讲 就是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担任总书记后 习近平又相当完整提出 自己的生态文明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引领的这场绿色革命 至少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思想引领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下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 唯一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国家 中国把良好生态环境 看作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力争是百姓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我们既要为当代发展谋 也要为此生万代计 以确保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 建设人与自然 真正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是统筹规划 我们综合考虑 全局与局部 当前和长远 发展和保护等一系列的辩证关系 统筹人口分布 经济布局 国土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 整体谋划 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 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 我们聚焦优化三大空间布局 也就是农产品主要的生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还城市化的地区 还城市化的地区 这种空间布局 巩固了我们称之为 三区四代的生态安全 也就是青藏高原 生态屏障区 黄河生态区 长江生态区 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 南方丘陵山地带 海岸带等等 我们力争于2030年前 实现碳达峰 于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 同时我们大力推进 能源的绿色革命 和产业的绿色革命 全力推进光辅 风能核能的占品 推进新能源电池 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三是扎实推进 有了理念和规划 接下来就是行动 我们生态环境的短板 在一块一块补上 我们在森林 湿地 海洋 这几大生态系统的保护 都取得突出成果 山水林田湖草沙的 综合治理全面展开 2013年至今 全国共完成造林 约7.8亿亩 我国绿色版图扩大规模 领先全球 以全国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体系已经建立 河长制 湖长制 已经全面落实 一条条江河 一个个湖泊 都有专属守护者 截至2021年底 已建成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占国土面积约17%以上 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 和74%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座 得到了有效保护 从2012年到2021年 中国城市的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由原来的11.8平方米 提高到14.78平方米 同时绿色异居的 和美乡村建设 已经成为推进中国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在光伏 风能 新能源电池 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内 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 中国均出全球领先的地位 中国以今年成为 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是一个改变世界工业化 历史的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 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车 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以连续八年产销量 保持世界第一 中国汽车产业 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 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 正引领着波澜壮阔的 全球新能源汽车革命 我继续引述前面 澳大利亚媒体这篇文章 他这样写道 多年来西方反对 采取有效气候行动的人 一直拿中国对煤炭的依赖 当借口 比方说特朗普 2017年就退出巴黎协定 他说中国要新建 数百座燃煤工厂 根据这份协议 美国不能建造工厂 但中国可以建造 这文章说 但中国正在进行的 绿色革命的成果 确实令人震惊 他说去年美国夸葛说 新建了约30千兆瓦的 可再生能源 但中国已经新建了 180千兆瓦 2021年 中国就占全球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新建总量的46% 文章提到 中国正在推进 绿色一带一路 中国领导宣布 中国将支持 其他发展的国家 采取绿色低碳能源 中国牵涂的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 已经不再有火电投资了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的推进 我们整个国家 每天在发生着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蓝天 白云 水清 日益成为常态 应该说我们自己 既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 也是生态文明的 最大的受益者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 毛泽东主义的诗句 春风扬柳 万千条 六亿神州 静顺遥 就世界范围而言 坦率地讲 就像反贫困一样 中国消除的贫困 占世界总数近80% 换言之 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 世界贫困的总数 恐怕是增加 而不是减少的 同样 如果没有中国 对全球绿色革命的贡献 全球生态保护 恐怕也将是负增长 中国模式拒绝空谈物货 也拒绝西方模式 空谈物全球 中国绿色革命的意义 及其影响 包括思想引领 统筹规划 扎实推进等特点 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远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